各位啊,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天气不太好,有点下雨 现在呢,转晴了,已经晴天了 看来还不错,但今天温度不高,有点小风 还是继续想跟大家聊聊大选的事 这个,其实我这个人虽然学工出身啊 但对时事政治我还是很感兴趣 只是说目前呢,不方便探讨中国的事情 所以我不谈中国的事,我还是说美国大选的事 这几天我跟我一个同学呢,这个一直在辩论 他也在美国生活,他在这边生活了快三十年了 他质疑我,为什么你成了川粉 质疑我,为什么不去看这些主流的媒体报道 为什么就一味的说这个川普好 我说呢,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 不是说轻易的就能说粉谁就粉谁 这个是说川普呢,是因为我看了这么 这么这么长时间了吧 其实奥巴马当政的时候 我也很,当时我很喜欢 我很欣赏奥巴马 特别是他演讲的时候 他的演讲真的是能打动人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 你发现这个人 就是一个talker 就是能讲,真的是他很能讲 很能煽动,打动人心 他知道你爱听什么 他去说什么 但是这个人的做事 08年他上台 接着小布什的摊子 那时候美国的经济 08年是经济危机嘛 是谷底 你看在奥巴马的治下 他治了,他管理了这个国家八年 最后得到了什么 那么川普到目前为止 将近四年,马上四年 除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在去年以前 19年 17,18,19 三年的经济都很好 这个不用谁来编 也不用媒体来去宣传 大家从股市就可以看得到嘛 那股市的情况 股市的表现 跟奥巴马的年代怎么表现的 美国的股市 不是像其他国家的事了 政治,政策是 国家出个什么政策 央行往里头一注资 所谓的国家对国家选手一入场 把这个股市就拉起来了 美国的股市不是说你总统讲句话 这个股市就能起来 它是要真正的表现 这个市场的经济状况 所以美国的股市 我觉得不用任何人讲 它就是个情绪表在这里摆着 川普到底这几年做的怎么样 再加上大多数人的统计调查 这四年是比奥巴马的年代 经济上生活比以前要好了 这是事实啊 所以说你说他这个同学 让我看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怎么看 主流媒体 除了Fox 其他的媒体一致都是在扁川普 川普这个人说话是不招人喜欢 不招人听 但是他是一个实干家 他不是那种 他的演说能力演讲能力 那真的是差的很多比奥巴马 但他的是他是能干 不要纠缠一些细节 每个人都有自个的问题 你所谓纠缠细节 就是说他这么好几年没有交税 也没给这个国家做贡献 所谓交罗税一年只交750块钱 我说这事也是证明他的本事 如果他真违法了 不需要你政客去挑他的问题 TRS就会抓他 他因为逃税漏税 TRS就会抓他 所以说他交750块钱也好 甚至他没交钱也好 在法律上肯定讲得通的 所以你看现在对方 他的对手在这方面挑了半天的问题 挑不出他什么来 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坐实 他违法 那么再说女性的问题 说他歧视女性啊 什么性侵啊 哪件事情坐实了到今天 没有 那你关于性侵 他现在网上 也到处在传啊 奥巴马甚至人的照图片在那摆着呢 这个亚裔的小姑娘 而且是是小女孩 坐在奥巴马怀里 那个在干什么 但是这些图片 你能证明他什么呢 他的真假性 他的来源都是问题 所以同理 说川普也是一样 所以说我说我 我并不粉谁 这个年龄不会轻易的去粉谁 去粉丝啊 当谁的粉丝 没有 所以你说就是 刚才还说看主流媒体 这现在的主流媒体能看吗 真的是能看吗 你不管是CN 不管是NBC 我现在看电视啊 除了体育节目转播 因为家里的孩子爱看这个Football 我也就跟着看一眼 其他时候我不看电视 那些电视新闻报道不能看 很多的媒体 已经被搞定了 不管是被哪个 政治团体 利益团体 这个深的话我就不在这说 我不想说 我说的这个搞定这些媒体的团体 不一定是说美国啊 来自其他国家的 最近大家看了没有 这个新闻周刊 newsway 这一期的报道 不用说别的 看看那个封面是怎么回事 大家就明白了 我也就不多说了 这里 所以说媒体 现在的媒体 包括华尔街 华尔街那些都真的 真的都是贪婪 太贪婪的资本家 所谓经济全球化 是那些人是获益者 普通的百姓 在经济全球化当中 不管是美国人 还是哪里人 到底获益了多少 是吧 再说我这个同学呢 我跟他高中就是同学 他一直就是走在风口浪尖的潮头上 他那个时候就是团支过书籍 就是一切的一切 他都是 我一直说他就是个精致的立即主义者 那再往另外一方面说呢 他就是个机会主义者 什么时候好 什么方向好 什么时候有利可图 他硬在那个方向上 他要显现出来 我们那个年代 读高中的时候 还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了 所以大家都积极的要表现 你怎么样更革命 那么上完高中上大学呢 他一下就就就 又踩上那个点了 踩上又跟上那个潮流了 努力的去上大学 那上完大学呢 又努力的赶上出国潮 他总认为他比我了解美国 我根本不这么看 他总是说 你看现在支持川普的都是那些蓝领的红脖子的人 我说那有什么不好的一些 那些精英们 所谓的知识精英们 现在都太假了 给我的感觉 再一个说法 就是新一代移民 华人都是川粉 这个老移民都不会支持川粉的 都不会支持川普的 因为这些新一代移民只看这个中文媒体 这点我同意 就是说你你要了解那美国情况 你尽量看英文的媒体 但是看英文的媒体 不见得你一定要只看 什么纽约时报啊 什么这本黄盛顿牛报啊 不要抓光看那些 当然也有人说Fox也都是替川普在那敲锣打鼓啊 宣传呢 其实我就说每个媒体都有自个的政治倾向性 这不可能没有 但你有政治倾向性 我觉得这不可怕 只是有的媒体完全被别人搞定了 被外国的设立搞定了 这个这样的媒体是真的是可怕 他不是替自己本国的百姓民众来代言了 他替其他的势力集团在代言 这是不应当的 所以我就说呢 这个我不是川粉 我也这个年龄也不会轻易的成为某个人的川粉 我是说我以前也一直说川普这个人嘴大 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政客 每个人的政府都有自身的问题 你说你说现在这个 你就说这两个人政府比奥巴马跟Michelle 那光 从川普为了国家 光为了这个国家 他自个儿减少了多大 多少富裕开销 从从白宫里面 包括他太太的这个第一夫人的这些 办公人的开销 包括他自个的办公人的开销 那再往前讲 这些从那个Bill Clinton上来 到奥巴马上来 到川普上来 这些前任的总统下台以后 哪个不是发的都不行了 比你你 奥巴马上来之前是个什么 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律师的那种身份生活了 那比今天的他这 个人的身价那低的太多了 这个当了总统以后 为什么一下身价抬高了这么多 那Bill Clinton那更是那样了 就是你当了这些总统以后 还是个人的利益捞了太多了吧 川普现在是怎么样呢 从他上来以后 他个人的身价只是往下掉 没有再往上升了 就是说这个人 他的 你说他从财富上来讲 从个人家庭上来讲 从他的子女培养上讲 他当了总统 起码目前没有任何的获益 不像拜登 不像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奥巴马 更不像这个Bill Clinton 当了总统以后 当了这么这么这么这样的国家的第一把手以后 给个人捞了多少 川普又给个人捞了多少 他因为上台以后 他在跟中国的利益 他切断了多少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不是当不当他的粉丝的问题 你我们不是仅仅是一个成年 特别是我 不是一个简单的成年人了 是一把年龄的人了 看了太多的事情了 所以说不是说简单 就可以当谁的粉 不当谁的粉 另外呢 我还是说 如果可以投票 积极的出来投票 虽然我们华人 发说的声音不是很管用 毕竟我们是少数民族 而且就这几百万人 可能不会管太多的用 但是你 发声总比不发声好 就是你要发出你的声音来 你会慢慢的引起这个国家对你的注意 如果你不发声音 觉得我们是少数 我们发不发声 无所谓 那这个国家永远没有你的位置 你既然有了手里的这一票 你为什么不去行使你这一票的权利呢 你不像在其他地方 你根本没有这个权利 是吧 总有人说我们出来了 我们也就是个二等公民 不管是几种公民 我们手里有这张公民的 有着一个投票的权利 你当一等公民的时候 你做国家的所谓的主人的时候 你有这个权利吗 你没有 是吧 所以我这次 我就今天再谈一次 这个大选的事 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去参与 发出自己的声音 表明自己的态度 OK Take care